大家好,S-T到,今次就要介紹 九巴的Q版輪力車 又是2500MMC FACELIP 繼續發這個FACELIP 最近80M不停推出FACELIP產品 再加上太年之前的貨 我突然買了不少FACELIP 第一條影片再介紹 他之前FACELIP說是屯門限定 我這屆哪裡買呢? 元朗 開4個港鐵站 不知道是否真的限定 不要理會了,終於買到就行了 買到就行了,心悶而終 驗掛貨也不錯 這次的東西太多印刷,要查清楚一點 不止平日金巴沒什麼要印 真是 金巴容易弄 這次要多些仔細的東西 講一下卡紙的包裝 買你巴士的QBus Pullback QBus KMB 就是紅巴的KMB Logo 路線 58M 那邊一樣 車頂 車頂加盒頂 就寫得名屯門 丹丹尼市歐盟第五代環保巴士12米 Dennis Ivo 500 Facelip Turbo Ivo 12米 QBus的產品偏好 KMB Q 2017 010 這是什麼 Heartbeat for the city Facelipus Happy Boy City 那邊 那邊的底部 先撕掉這張 這個是確認你買了這件產品 容易貼的 灰色膠紙 很容易撕掉而已 沒什麼 不留痕跡 先撕掉 怎麽也不會再把這件產品回家店 底部也是這樣 KMB 授權的貼紙 接著又說什麼產品 80M Design 1933 那我找回上次的金飛的卡紙 看看有什麼分別 盒子一樣 膠盒沒有分別 只是用卡紙來做對比 QBus 搬了上來 迷你巴士就變了 在這裡 都改了很多東西 不同 頂部 這邊看 這邊看 還有這次有號碼 這次是沒有的 頂部 沒有 沒有照片 有幾大分別 底部 底部就一樣 底部就是一樣的設計 沒有分別 這樣就行了 這樣就行了 神經病得掌聲 螺絲牌 先撕掉 那就 在這裡 連繞盒盒 這次沒有東西在上面罩住 變成是下面螺絲批 很傷心 上次開過試的刮花車頂 這次應該先扭出來嗎 這次應該先扭出來 先試一下 先試一下 先停一下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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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緊 剛才的螺絲批不行了 這次就行了 慢慢反過來 現在已經碰到盒頂上了 我保證這次應該不會刮花車 希望 亂開都可以,整兩個盒都沒所謂 看看這顆螺絲這麼熟 這盒很討厭,實到開心 不知道人們怎麼開的 應該不要這樣,應該是在床上做 手指甲 好討厭 很紅了 另一邊的鑽得不少 看來 螺絲很緊 好像要硬要穿進去 要硬要穿進去 實到 螺絲放在哪裏呢 神經病,超實的 超實的,還凸了 為什麼要撞進去 還在 好恐怖 1G50 我先用這個桶 沒有了 慢慢拿出巴士 按住桶 紅飛升機就出來了 紅色升降機就出來了 看看它的設計 再跟其他E58做對比 先用車頭 像是Facelip的樣子 很正常的 KMB 然後車牌 VA8966 旁邊的燈 好可愛 去屯門 長景村 是嗎 兩隻,看不到那個點 兩隻 升高我才能看到 涼景村 58m 另外那邊 就是它的左邊車身 KMB 有三條 兩條 兩條銀線 一粗一有 這裏 最後一分為二 分兩段 兩級 粗的條線分兩級 下面也是這樣 這裏也是這樣 一樣設計 兩項銀線 來到這裏 這裏就結束了 上面就有一項銀線 對 接著有KMB 在這裏 這些 排氣位 風扇 都印了上來 KMB 按這邊 這裏 這裏 也是這樣 也是這樣 沒有什麼分別 這個就這樣 按照 真車來說 應該有個KMB 在這裏 不過因為太窄了 所以也沒有位置加 對 真車去這裏 這段空間很長 12米 大佬 KMB 車底也是這樣 看看這次的膠是什麼顏色的 仍然是透明的 DQ版巴士全部膠都是透明的 全部車舊膠都是透明的 你一顆顏色是透色的 你看到裡面的 對 超型 它這裏真的全部都是紅油來的 印度的車子紅當當 在這裏看到你是透明的 後面車尾 都是屯門 景村 58M VA8966 最後就看車頂 是這樣看的 這樣看就好像城市的剪影 但這邊看又是 應該是這邊 右邊車身這樣看下來 Hardbeat for the city 城市脈搏 這部機器看不到 那麼醜? 等一下 一遮住後面 對於後面的背景 還有連著KMB 全部一條線 你是摸得出它的特殊 那這些應該是水貼來的 這些是印的 對 看看裡面的內容 看到這次的椅子是啡色的 而不是那隻 粉紅 紫紅色的 紫粉紅類似的 這次換了啡色的 始終跟回燈車 是好的 不是很小的 扶手仔 這也是長牌 這樣就搞定了 拿回Facelip來 跟它做一下對比 拿回 金巴 Q版Facelip 來做對比 那就由車頭先 可以看到它完全一樣樣的 完全沒有什麼分別 即是各項完全一樣的 但有多方便它們 來看看 看看 幾少可可有兩格 不同色的Facelip 平時現在的 紅Facelip都頗稀有 沒有什麼機會看到它跟金巴Facelip在一起 現在就可以以Q版Face一起做對比 印刷都在一起 可以看到它的Logo 騰前了很多 這裡掉了一點紅色 這就算了 其實沒有完美的 差很多花紋 座位那些都齊了 只換了一隻顏色 對了 那麼 紅色變了黑色 紅色變了黑色 請假的 夠紅 難道這裡也紅了 變了黑色 調轉了 車底也紅了 車牌位置也是一樣的 這裡也是啦 咦 不見了這個狗巴Logo 是不是這裡有 在這裡沒有了 這裡有的 你看到有些紅色的 這裡沒有了 這裡沒有人 有趣呀 這次新的沒有了 車頂當然變了很多 金色變了白色 對了 車底是一樣的 車底不方便 還是有個螺絲洞 這裡有兩點 之後 跟它舊的258mm 做對比 其實真的很難做對比 我想說 轉了色 根本沒可能知道 它倆是有關係 完全是兩輛車 完全不知為何是同一個型號 你說這兩個都說 因為一樣色 所以都還可以 但是現在已經轉了色 當然再離譜一點 我等下 HBus和你的紅鈴 那就更加沒有人猜到了 一紅一綠 竟然是同一個型號 只是Base鈴和Base鈴 那麼解釋 是不是 應該都儲得七七八八 這些 我不喜歡坐廣告車 除了電車之外 我不喜歡坐巴士廣告車 不太吸引 不然真的賺死他們 我不想把錢都給他們 你說電車鐵路就說 不太吸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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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是怎樣 現在是 現在是靠中間兩個連接 好像 好像歌詞 You go talk to your friends Talk to my friends Talk to me 這樣 中間 然後 這裡的路程也沒有了 這裡有路程也沒有了 例如Facelip HBus也沒有了 HBus也沒有路程也沒有了 不知為何 厲害 整個E500家庭 沒有廣告的E500家庭 Yeah 多厲害 沒有東西要介紹 還有回力裝置 在中間輪子 後面那些全部沒有東西 是中間輪子 有回力裝置 向後推 放手 向前走 很正常 準備 應該很多回力裝置 都是這樣的 應該是小朋友也會玩的 很多家裡的大型金屬車 都是這樣的 不是小朋友 那麼大格 很多的大型都是回力裝置 最後弄了Tiny Philip 不差了 這架Philip已經掉了顏色 例如扶手 不知為何它不印入面 要在外面 真的很想人家刮爛 很想人家刮掉它 我可以見它高過Tiny Tiny有長距很多 我已經貼著車尾 但是突出了很大的窗 這次的 紅色升降機的介紹來到這裡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CUT 剪輯 C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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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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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UT CUT 還要拍下影片 這次拍下影片 是否要洗手了 感谢观看